还不到40岁甚至30岁 头发就开始稀疏 变细 额头越来越高 甚至刘海都常常闭嘴 那可能就是提早落发的警讯咯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不要以为落发是老人专属哦 根据研究 吊发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 到底年轻人的落发 跟遗传性的落发 是不是正相关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落发 是有越来越年轻的一个趋势 那有遇过就是像高中生 就已经几乎快要全途的案例 对 当然是少数啦 落发它不是单一基因的问题 但是也许它的家族 有一些这个落发的倾向 比如说有些亲戚啊 可能也有一些落发的问题 那外在的因素一般比较 比如说像压力啦 作息啦 几年前我生了小孩 就是有那个产后吊发的现象 我还在想说没关系 它就尽量掉吧 翻我头发很多 但是呢前年我竟然发现 我自己有压力秃 就是在我额头这边啊 其实出现了两颗很小 大概不到一块硬币的压力秃 我就开始紧张了 因为产后落发 我觉得我本人可以接受 可是压力秃我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讲圆形秃 它也有可能是大面积迅速的落发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一定会好 因为这个是 就是你的白雪球去攻击你的毛囊细胞 那算是比较原因不明的 那我们一般就说跟压力有关 可是很多也有一部分的患者 就是跟我信誓旦旦地表示说 我真的没有压力 我想说好幸福 没有压力 他就说他生活也很轻松啦 做习又很规律啦 没有什么烦恼啦 那当然我觉得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 当然就是有一部分我们还未知的因素嘛 第一个就是 有时候身体比你的理智诚实 就是你觉得我这样都OK 但其实身体就是有感受到那个压力 所以我那时候很紧张 就赶紧去看皮肤科医师 那皮肤科医师其实就帮我开了一些处方药 就是开了落见的一个 就是比较高浓度的用药 以及一些就是维他命 让我可以就是放轻松 让头发赶快长出来 擦完之后呢 我还是想说 我想要寻求一些保养的方法 那头皮的保养的部分 也是建议选择适合自己头皮的一些 比如说清洁的或者是保养的用品 尤其是对我们女生来讲 因为这个 这个落法如果说大宗 比如说上雄性涂 荷尔蒙性的这个落法 她们是可以有口服药物可吃 可是女生我们就是能用的武器就比较少 我当时呢 就同步使用了Cicely的这个髮肌精华 那这个髮肌精华就是大概 我用了同时用药吃保养品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Cicely的这个头皮的精华 大概过了两三个月吧 我的那个凸就是吊发的地方就开始长生细小的毛发 这个髮精华呢其实是我们Hair Richard的明星商品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Cicely本身我们是植物美容学的专业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发挥了植物萃取的力量 把这个活性呢萃取到这个髮精华里面 头皮跟脸皮它是联动的 那你脸都知道要抗老了 都知道说我们要提早控制油量分泌 难道头皮不用吗 我会建议大家在你发肌的区块 分三个发线 三条发线 一条发线用一管的量 那建议大概就是一条分线三到四滴 分别滴下去用指腹按摩 那就可以吸收了 所以呢你可以在洗髮之后 还是半湿发的时候就可以滴 接着在吹头发 那你如果今天想要加强 那你就会滴在加强的地方 然后一样用指腹按摩 均匀的吸收 不会造成你发肌的负担 像Cicely的发精华 它其实是滴管的设计 那它的设计的用量是一次就是压一下 它很贴心就是你不管怎么压 它刚好就是这样子半滴管 它这边有一个黑线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准 然后它滴在头皮上啊 就是像水一样非常的好吸收 其实啊我介绍这些发 头皮的这些精华 它们都有同系列搭配的洗髮精 像Cicely它有一个这个风吟的洗髮精 如果你真的是有年轻的落发 或是头发比较稀疏 或是比较细软 就洗这种比较蓬松感的洗髮精 就可以达到试半功倍的效果 卡丝粉样新生头皮调理精华 同样是低管型的头皮保养精华 如果你是天生比较稀疏细软的头发 你想要提前做预防的动作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卡丝的这个头皮保养精华 它就是也用到很多专柜保养品 会用到的脸部保养成分 像是高山的雪融花精华 它对皮肤有很好的修护效果 对你的头皮也有很好的提早修护的效果 以及就是维他命B3 烟碱锡胺这个成分 都是在专柜针对肌肤的保养品 用到同样的成分 头发就有点像是我们植物一样 你要一个很健康很好的土壤 你才会长出漂亮的植物 那我的头发也是一样的 今天我的头皮如果不够健康的情况之下 我的头发长出来可能就会没有光泽 不够健康 可能甚至是变得比较细软这样的状况 那这瓶其实它就是一个 我们像脸部肌肤的一个精华液一样 你每天只要洗完头发了之后 直接在我的头皮上涂抹 吹头发之前在我的头皮上涂抹 轻轻的用按摩的方式帮我带开了之后呢 再去吹头发 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而且很清爽 会让你的头皮觉得好像唤醒了 你的肌肤的那样子的感觉 本样新生的精华 这瓶呢 它就是属于针对式 比如说我今天我的头皮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状况了 我可能有一些些微的落发了 比如说前额的头发已经开始 有点往后移了 或者是有圆形突的状况的情况之下 我需要去急救的时候 我就会使用我们的新生精粹 去帮我的头皮去做一个 快速的去修护的动作 其实我们现在的产品的分子都非常的小 我们很容易去吸收 所以我们只要轻轻的带过去 轻轻的按摩 舒服的那样的感觉就可以了 很多消费者很容易犯着错误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根白头发 我就把它拔掉 可是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 原因是因为当你拔掉的时候 你的毛囊就被你破坏掉了 那原本你的毛囊 它是可以再重新再生长的 从白头变成黑头发这些状况 可是你一拔掉 你把它整个的毛囊都破坏掉 它就不会省 等于说你就少了一个毛囊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比如说洗头的时候 你的水温千万不要过高 因为过高水温的时候 其实会刺激你的皮肤 那你的皮肤会变得容易敏感 容易出油 然后水分会过度的流失这个样子 那这个怎么使用 我先教大家怎么使用 就是因为它是安平嘛 那不过就是 之前有看过我影片的人 有介绍过安平的保养 应该要怎么开 它就是整个头这样子 把它用力把它打开 打开来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这种瓶口 大家可以针对就是一些头皮 做一些很精准的涂肤 它这个直接这样子 不会滴下来的 所以你要在使用的时候 你要按着后面的屁股 这样滴下去 你看 它就可以很精准地滴出 你需要的一些安平的精华 然后就可以开始在头皮上面使用 资深糖活药未来 无限机能精粹 像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 它其实都会经过四个时期 就是生长期 退化期 修指期 跟脱落期 那这个四个时期 大概平均寿命是十年 资深糖这个网路上 昵称小金刚的一个头皮精华 其实就是针对头发生长期 能够给它一个更好的作用 让生长期的头发可以源源不绝 能够维持更久的时间 我们小金刚的话很特别的是 我们资深糖已经有147年的历史 那100多年的历史当中啊 其实它里面会有一定的成分 然后是独家的 比如说是腺肝 腺肝就是我们人体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们早期我们随着年龄啊 一直不断地流失 那这部分会越来越少 腺肝就是在活化我们的细胞 然后毛孔细胞的部分会触进生长 然后它会换点沉睡的毛狼口 这一块的使用方式的话 是我们先清洁干净 然后清洁干净的头发 还在头发是湿的状况 那我们会均匀去喷撒我们的小金刚 那小金刚在喷撒之后 主要是以罐头去为主要 因为我们大部分罐头去为主要 因为我们大部分罐头去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那两侧区域开始调发 就是这部分要加强 那两侧区跟后头区的部分 就均匀上上 然后吸收当家 我觉得大家会有个痛病 就是说我在按压的时候 可能力道过瘤过瘤 因为我怕疗效不会到那里 那其实有时候太大力量压 当家法会容易出用 所以建议大家在喷撒 喷撒完之后垫点 然后去做带过动物就可以了 轻柔按摩然后吹干 来法爷三项僧法条理液 法国来法爷的法品啊 也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品牌 因为它在法国的药局 其实都卖得非常好 那它的本身其实就是一个 Pierre Farber的药厂制造 我其实多年前也去参观过这个工厂 他们也是非常的专业 来法爷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利用天然的直萃精油 来帮大家解决头发啊 头皮上面的困扰 那这一瓶森法条理液啊 其实他们已经推出大概30年 口碑非常好 针对遗传性落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可以让头发更茂密的一个精油的安瓶 可以看一下 它这一小瓶精油啊 它其实是有两层 上面这一层它就是它的精油 那精油就是有那个柑橘精油 跟薰衣草精油 那这两个味道就是可以让你的头皮 非常的舒服跟清爽 所以使用之前你要先摇匀 把它这样摇一摇 所以让精油跟它下面的成分可以均匀融合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头打开来 另外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设计 因为像这种安瓶啊 要点在头皮上面 那他们呢其实这次是提供这种按摩的冰晶 就是一个银色就是按摩的冰晶 再把它放上去 然后呢它这个安瓶啊 它就可以滴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在你的那个需要的那个头皮的地方 这样子轻轻的化开来 化开来 所以就是你在使用上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 FITO复活换髮安瓶 FITO这个品牌啊 其实也是像刚来法爷一样 在法国的药妆店相当受到欢迎 它大概也是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同样都是以天然植萃的那个成分 来帮头发解决很多头发的困扰 那这个换髮安瓶大概是一年多前推出来的 一个专门针对落发困扰的人提出来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保养精华 那很多人的头发经过了休眠之后呢 就一直就睡着了 就还不赶快进入就是脱落跟重新的生长期 那这一瓶换髮安瓶呢 就是帮你把休止期的头发重新叫起来 不要再睡了不要再睡了也不要掉下来了 赶快进入正常的周期管道 所以让你这个整个周期的运作能够很顺畅 所以你就不会容易有那种大量落发的那个现象产生了 那它从很多植萃里面啊 大概从50多万种植物里面 找到一种芹菜种子的这个成分 帮助头发进行很正常的一个头发的生理周期 让你的头发更茂盛更浓密哦 那其实我刚刚介绍的那些头皮精华啊 都是可以更进一步让你的头发的生长更茂密的一个秘密配方 那它们其实啊都有同系列的一些洗发精可以选择 所以如果你可以从洗发润发到头皮的保养精华都一系列使用 相信你的年轻的落发就会延缓产生 甚至不会产生哦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头发美妆保养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哦 拜拜